10年前 我是一名姚城皇者 儿子是一名先天行 楼董行 同行公司给儿子做了手术 10年后 我还是一名姚城皇者 儿子是一天一天豪壮 他也一天一天地长大了 我一天一天地变小了 当时我很高兴 这10年来 妈妈和爸爸就感到高兴有很多 为了我长大后的事业 一步步一步步地 教会了我许多知识 我想我爸爸一定很辛苦 为了养活起这个家 他是这个家的挑大娘 我儿子过年就买十三了 有两个愿望 一个就是趴着给我儿子 过一个十三岁的上日 一个就是给我儿子做手术 我叫月小香 到此朝的妈妈 我在09年 10月21号 检查出这个药毒症 生家来以后 就发现他那个漏肿胸 也一直没有给他治疗 我的身体状况 病了已经十多年了 现在也有病患症 3月24号 腾胸公司给我们占助了一笔 腾胸给了这笔资助以后 给了很大的帮助 对我和孩子都有鼓励 有帮助 缓解了我很多病痛 可以说是 现在疼跟以前常不一样 毕竟他做过手术 咬咬牙 可以过去 以前常不行 因为原来我做手术之前 我这里就是一个 啃下去的一个洞 那个洞就让我很难受 全身就跟背一个吃鲁鸭的似的 就没力气 然后呢做完手术之后 我就感觉轻松多了 由于现在到时间是给他们测试 我上次跳绳跳了38个 这样吧咱们先说你的十三岁的愿好 十三岁的愿好 十三岁的愿好 是啥啦不是你在这 我希望把我恐高症治好 因为我长大了 那么小时当移民愿好员 我在书上看到过 有恐高症就不能当 这逻辑白分 我儿子一天一天的长大 我也很感谢 好感谢腾胸公司 希望儿子又出席 也不希望什么 就希望给我儿子一个奖卡的上帝 和我老公 给我老公一个招卡的工作 和一个奖卡的上帝 所以咱的变化就是 因缘的时候是爱笑容推出的 一年更一年推出的厉害 恢复不到以前的招卡了 开心一天死一天吧 不想收以前的冬冲了 冬冲已经无所谓了 过去就过去了 想抢抢抢就对了 十年中间 你最开心的一个是谁 最开心的一个是谁 最开心的一个是 我儿子就是 靠师每次在抢我苗衣来 我就很高兴 他回家就不搞我 都是老师搞的 他都不适合了 我见到我自己很棒 实际上是自由的小牛 只有你勇敢地面对着那件事 江后那些恐惧就可以消失了 没有人 老师 一定家务这是 真的 有一天 终于 人家务